若曦绝对就是那另一个了 对 她就是那种人型计算机 她会把所有的百分比全部算了 我就拿一个最高 最能击杀你最风险小的一个百分比去打 仿佛脑中有很多的公式 带入对方的数据之后 就知道我下一步要怎么样去做 对 但是反观佩佩 就像刚刚你们提到的 专注型选手 有点像谁 签名 有点像那种不善于沟通 但是他整个人都已经掉进了那个荧幕里面 是不是 沉浸式体验 特别特别的专注 在他的准心里面 就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没有感情 只有敌人 没有食物 就只有五万块 五万块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这两种类型打起来 就会像是我们 有点像第一张地图 第一个对战组合那种精彩的程度 是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找卡蜜 没有 我这样形容吧 佩佩 他可能我们现时中看到他像签名 就是不怎么说话的 就好像话很少 但打起来他一点点轻锋 他打起来一点点轻锋 他不会打特别激进的那种情况 而若曦会打得比较激进了 不对 若曦会比较 也是比较稳的那种 他是稳中有一点激进 就像现在一样 你看他这个就像主动去找啊 然后觉得不妙的时候 马上又换一个位置 哇 不断换点位 看到没有 这个变化的速度非常快 所有的数据正在他脑袋里面 在计算啊 抓到你了吧 哇 这一看就是狂练啊 而若曦这些小身法必须是练过的 来了 这里佩佩也看到了若曦 正好一个跳 跳到箱子上躲 过了这一波火炮 佩佩现在要做的 就是把若曦的这个点位 稍微的去逼退一下 不然说给到对方一直在上点位 很难受啊 哇 他现在要面对若曦 他感觉他不是在打若曦 他感觉打一整对方 就不知道怎么奇怪 刚刚他还在东边的窗户 现在就在门口了 特别难打 但是他还是打赢了 但是你看他身上带着伤 还在滴着血 来了 又是铝热剂 又是震撼弹的 直接烧残之后 用火炮直接补掉 啊 什么 就是铝热剂走的另外一点 像千鸣 是不是 这种反杀的能力 确实是很可怕 怎么说 又是个酒吧 但是这波妖瑟 运气超级好 打中了头 这是美技的展现 在那种时候 他这个妖瑟 也是用的恰到好处 虽然说不一定会达到 可是当时你最好的决定 是不是就是腰射 对吧 没错 打到了 不管是不是腰射 反正击杀了就是好的 而且这几波看下来 双方都互有酒吧的情况 佩佩这里的话 更多的还是喜欢在外场 做一些动作 他刚才 这个复活的轮次 是给到头之后 有点不准确 所以洛西还是能完全躲掉的 的确 那这个时候其实佩佩已经陷入了洛西的节奏里面 他期待的就是自己那种动物本能瞬间的反应反杀 否则的话 洛西不断的在变换位置 而且甚至会用倒计逼他走位 但这一次佩佩抓到了 漂亮 而且洛西我觉得绝对是这一次solo赛的一个最大黑马 就是能获胜的一个黑马 因为他好像对这个了解太透彻了 并且他自己也觉得对面都打不够我 哦对 他这个信心其实是展现在他的选择里面的 对 有时候风险稍微高一点的选择 他敢选并不是他满 而是他对自己的信心太充足了 是的 甚至那种压迫感已经压迫到几说几上了 我现在觉得很担心佩佩啊 对 这洛西这一波真的是可能有 就他就感觉那种训练他都不打了 天天整这个东西 他已经是摸透了 哦 定点雷定点炮他都会 这的确是可能会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时候说话的同时呢 洛西被打掉了一次 佩佩给他的粉丝带来的希望 嗯 佩佩这里的话 在漏洞当中寻找了洛西身法的一些小小的细节上的问题 但是洛西在变奏了 看到没有 他的这个速度变慢了 诶 尴尬 这中了一些道具 必须要换个位置重新再布局一次 好聪明 他知道佩佩可能会从房子的另外一侧过来 毕竟我在高点 我总是有可以去打掉你的情况啊 就是如此 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压迫感 就洛西刚刚在这房间里面 我感觉佩佩不敢出来 对佩佩她是一步一步往后退退退退退 退到外面一个复活点之后再被击杀 感觉到 一直是被压着跑 对 这个 我觉得她的气势发出来 的确可以从她的对手身上的行为模式去解读出来 你会发现她是一直在被动的找 对吧 被动的找你看你过来的这个路线 但是佩佩的枪很刚 所以还很难说 是 还是有机会可以造成很多击杀的 看一下佩佩突然挂住了 一样的操作 但是少了些火炮 之前洛西这个位置 李高达力是疯狂用火炮去轰炸的 你可以去打变奏 你甚至也可以打得去主动一些 因为你不主动的话 可能对方会更加主动来找你 对 不过现在洛西的确从第二次之后 她就变奏了 她现在打得比较没有这么侵略了 反过来佩佩这一枪有如神助 直接打掉了洛西 而且是可以说是像穿掉的那种感觉 对 开枪速度非常快 动态视觉快到我们都不确认了 再打到一枪已经拿到了三分 目前是三比一 佩佩领先 这一枪反而是竟然没有带走 洛西一点可惜了 这一枪的话对佩佩来说 可能对于整个局势来说 是一个扭转的点 万一说在这一枪空了之后 洛西打得更加强势来找她了会怎么样 来了 说着说着 佩佩这么的会预测的吗 两个人再绕来绕去 没有负气 继续对局 没问题 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 怎么说 这个时候大家都想吐了 好晃啊 行了你打死我吧 就这种自己都看不下去了 真的拘不中 最终还是洛西连举两枪啊 缘分 这只能说是缘分了 你看这种位置 就想不到 看到了不好意思 想不到但看到了 这个时候 而且洛西的血量非常非常低 感觉佩佩刚才这一枪是DNA洞了 那里有人 我直接来一枪看一下 我这里洛西只有两分 他要追的话不是这么容易 而且他仿佛从这一回合开始的速度就变慢了 带走了敌人 接下来就是计算他的重生点了 算了 就是一枪的机会 洛西可以实现翻盘 空了之后 让佩佩有了缓口气的时间 有狙击手 蹲下 洛西打得好主动呀 就跳着找角度拘你 佩佩根本想不到 你会来这些非常够一局我 没错 那洛西拿到了四分 转眼间已经平手了 什么 哎呀漂亮 佩佩还是抓到了一个洛西主动的时机 等到你了 达成一笔 佩佩的这种战术 就是找洛西来抓我的一些小的细节上的漏洞 我就抓这一些 有可能能抓到你的身位啊 或者说一些人头之物的时间 对 在跟赛田说的一样嘛 佩佩他强在哪 他不受影响 所以说他可能没有受 洛西这种压迫感那么大的一个影响 他自己也能把其他桥整回来 这是他很厉害的一个点 对可能洛西也是感觉到这一点 所以他第二张地图 等一下 现在他又开始积极了 非常的强势 直接冲了过去打掉人 并且再度的使用这个点 有没有 哎呀 好可惜 这一枪结果还是带走了 非常漂亮 洛西 佩佩一开始应该是没有意识到 洛西会这么快的来找他 怎么办呢 佩佩 现在洛西还在找各种角度去拘 佩佩 佩佩 只能抓住一点点他面看你一眼 还不一定冲得中 的确 只能找缝隙 对他来说 要转换节奏弹何容易啊 这个时候光是防守都已经很吃力了 刚才看到佩佩在窗口挪动的那个脚步 你就知道他有一些些被压迫到了 对 而且像这一枪好了 其实佩佩也被打中了 照理说刚刚很可能就是4比0 但是呢 这个98给了他一线生机 他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来了 佩佩 有军地手 看到了 就这个角落 因为他可能已经提前遇之了嘛 有军手 趴下 然后再提前开枪 所以说佩佩那枪胜的反而就比较低 来了 一样的位置 看一下会不会从天而降 哦 估计从事是没什么用了 嗯 知道对方 佩佩这样子的习惯肯定会往上面去走吗 哇 这里证明给他机会的话 佩佩 都是能拿下来 但是这一次佩佩 故意漏了一点枪之后 换方向出击 打到了 这个头没有打到 如果再拿下来的话 就可以获胜了 他急了往前冲 这些量很少 近距离都可以闻到彼此的呼吸了 怎么说 到了 佩佩 打掉了若西 各差一分 就能拿下第一局的胜利了 是谁 是佩佩还是若西 这个震撼弹要闪到了 完蛋了 佩佩要死了吗 没死 反杀 哇 我的天啊 就是在中了震撼弹之后 对对方走位的判断太迅速了 非常非常的令人难以置信啊 刚刚这个反杀 其实跟我们第一个对决组合好像很像 就是震撼弹的时效已经差不多了 就差那一点点 结果没想到是被反杀了 可以看到若西现在也是比较无奈啊 那一波既然没有打到 或者说是被他反杀了 也感到难 很无语 这里王少 怎么办 头晕了 没关系 这第一张图嘛 佩佩这里的话 也是让我们在第一张图当中 就展现出来了 他的个人能力和一个 他的这种稳定性 非常厉害 这个就像第一个对战组合的时候一样 最强的盾跟最强的矛 对不对 他们两个人一个非常积极的 用各种走位跟道具 而且还一直逼近你 但是另外一个冷静 然后在你过来的路线上 安排陷阱给你 打的是特别精彩 也是打到了最后才分出了 第一分的胜费 我觉得佩佩老师刚才说 安排陷阱 感觉在这张图 也就是松林靶场当中 会有更多的陷阱 等待着双方 这张地图 如果是以这两位选手的 一个风格来说的话 我想想 感觉好像王者也好 还这张地图也好 都差不多 都有可能 产生成沙龙那一个地图 一样的一个情况 这张地图的话 我选若曦 大地图 我觉得若曦跟 King这种选手 我个人觉得是比较 靠谱一点 更硬一些 他们比较 在选择更多的时候 计算的资讯更多了 就像若曦 这一颗震撼弹 已经完全塞在了 佩佩的衣服口袋里 这好像比 切鸣还要自信 直接踩着你的脸 要打你 但是 这是怎么算 都各拿一分 各拿一分 各拿一分 就等于我们现在 抢四次 对 刚刚这感觉塞过去 就像塞给你一个 暖手宝 是不是 我看到一个人 从树林上面飞下来 怎么回事啊 拿火炮了 必须拿火炮了 对方已经减速 这波若曦赚了 哇 牺牲自己 然后拿到了分数 漂亮 他们的战术 可能驴儿记 一旦烧到两下 可能火炮就能 已经补上了 可能驴儿记 是起这个作用 再加上 我贴经典的速度 比较快的话 火炮的运动率 还是很高的 烧到了 火炮来了 但是这火炮 没有打掉 这枪火掉了 不对 不对啊 这里的手枪 确实圆不了了 没办法 圆不了了 但是的确 刚刚的画面 看起来像什么武侠电影 是不是 在树后面 怎么有那么多个若曦啊 分身啊你 打了一个 再拿到一分 若曦拿下第四分 追了过去 但是总是在追过去的同时 被佩佩给架掉 这两组选手 非常精彩 来四比四了 又差一枪 哦 若曦被闪了 但是这一发火炮 带走了佩佩 在闪的同时 把这个火炮给切得出来 好散了 在佩佩 佩选择的副武器 是一个手枪 那么 在火炮比较强势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到 手枪作为这个副武器 肯定是有东西的 嗯 刚刚确实有东西 已经做出了节目效果 这个近距离展现了若曦的身法 是多么的威武 就差一枪 只要三两发 他可能打了大概有十二发吧 中一发就能打赢了 但是真的是差点运气 对的 气死了 哦 这里有高打低 但是佩佩又已经移动到旁边了 已经上头了 两名选手的手感非常火热 你可以看到他身法 我觉得怎么去判断选手的一个枪准 或者说两边有没有手热 就要看他的一个身杀走位 枪可能大家都准 就算是冷手的时候 作为一个狙击手来说 都是比较准的 嗯 在身法的把控上面 其实对选手的要求很高 他不仅要看到自己狙击性力的敌人 他还要估计自己的左右前后的移动 你看像若曦 每一针都是一个走位 对 疯狂的站在那 转转 哦 这里 转不动了 直接被李悦记给烧死了 但真不容易啊 只能说佩佩确实是非常冷静 敌人的身法再 灵活对他来说 他都还是可以抓到那个瞬间 去把他给击杀 嗯 这就是佩佩嘛 就你不管有多有压制力 我的被动属性就是无视 嗯 的确是很像 清风队上签名的组合 确实啊 很像 而且 呃 佩佩带的这个点位 也有点像清风 当然可能也是选手 对于这张图的理解 会有一定的相似性 分数已经来到 领先两分三分了 佩佩有四分 再一分就可以拿下这一小局 反观若曦只有一分 有局地少 差一点点 刚刚他也没有算到 若曦的一个复活点 就在自己侧身很大的一个位置 这一枪直接带走了若曦 比分来到了 小比分一比 对 小比分一比 而且这个 这次的获胜呢 他的 分数的差距还挺大的 差了四分是吧 嗯 差不多 四分的一个察觉 佩佩在这一个地图当中 你不能说他打得有多主动 但是呢 他总是能抓到一些时机 去给对方造成一些成敦的伤害 没错 他能够洞悉敌人 在很眼花缭乱的行为模式中 找到那一个 最适合他的时候出击 来了 但是这一次若曦掌握的先机 开枪比你快 好像若曦的打法就是 强行把你逼到一个角落里 然后在可能某个石头后 某个箱子后 不是左就是右 对于若曦这个位置 他的自己的判断来说是比较准的 来了 一样的 但是头上是多了一个空间 怎么说若曦 要小小的失算了 特别主动进距离 再打第二次佩佩 已经拿到两分了 开局的第一分 对于双岛都非常的关键 而且若曦对于复活点的把控 也很到位 没错 在他的脑里 这整个每一分一秒 都是在计算中的 你移出来 我瞬间的一个轻微的移动 都把你打掉 压制不住了 佩佩这里 前面他打 他把若曦的手感给打差了 但这一波若曦再次复燃 这么说 好不容易打掉一个 其实我觉得solo 特别是狙击赛道的话 他是有一些复活点可讲究的 就是如果你杀了他之后的话 你的位置其实是对面刚复 他是不知道的 而你是知道 大概他在哪里的复活点 其实是有一定优势的 对于先击杀的一名选手来说 基本上或是斜对角 或者是地图 离你较远的一处 没错 会有一个大概的判断 但是现在已经跟判断没有关系了 两个人非常近 直接拿这个狙击枪打了他的头 再拿下了第四分 眼看着若曦就要获胜了 这时候佩佩必须要奋起 滑了过去 终于是打掉了若曦 在近战的胜率上 佩佩可能要略低一点 不过刚才这一枪是挽回了颜面 来了 这一波只差一分了若曦 就能追平比分 怎么说 佩佩现在开始再换个节奏 你找不到我 但是这个镭射 有可能会不会被人看到啊 来了 一枪锁头 三分 这就是节奏的转换能力 佩佩 看到丢东西了 但是这时候若曦也已经抓到他的位置 想要过来冲 刚往下打了一个 这里又是一枪打爆了伊丽莎白的头 四比四了 最后的一分 佩佩又中了一颗震撼弹 这好像是上一局的版本 但若曦没有完全地突了过来 看到了 这一枪预判到了佩佩 你喜欢这个石头 我也喜欢 终于 你看他的这个笑容不太一样 这种是终于逮到你了 是吧 一比一苦战啊 用了这么多的方法 终于抓到你这个小子 是吧 可能说佩佩太强了 真的很强 其实在整 因为佩佩加入我们的一个大日赛是比较晚的 我看起来的确是觉得已经尽力了 对吧 我真的是使尽了所有的功力 去抓佩佩 最后就赢了那么一点点 那他的感觉上面 虽然说获胜的是开心 但是又没有办法太放松 对不对 接下还有一张图要打 而且佩佩的表现如此的高强 对 这么说的话 你像佩佩的打法是不是有点像清风的 两边的木板 各站一下 没错 看一下若曦 只要稳定的话 还是能将佩佩给打掉的 毕竟对方的位置 每一把都有可能在那附近 看一下佩佩 被道具逼到了 中间两个人要短平相接近距离 若曦的胜率非常高 打掉了他 看到佩佩其实想到高点去跟你做一波争抢的 但是若曦的这个顺距还打得很漂亮 这就是若曦吗 真的是有点离谱了 你看永远是追着你打 而且他准度有点离谱了 来了 他跟签名打的话感觉会特别精彩 两个人根本就从头到尾都是近战 不管地图多大 他们都是近战 对 甚至可能在近战的情况下 还是使用到主角 对 疯狂的两个人往彼此的位置去冲 然后再用狙击枪顺据来决定胜负 但现在为止他们两个人战斗也打得十分的火热 佩佩有两分 若曦有三分 战时领先一分 虽然说前期若曦她拿了比较多的一个人头 但佩佩的追分能力也很强啊 哇 就有点怪了啊 这一波渐渐地把佩佩的手感也打回来了 之前你可以看到佩佩打得还是像比较往靠后的一个站位的嘛 现在直接跟若曦拼正脸了 哇 这里的手炮还是若曦把佩佩给带走了 也是起因于前面的这个道具先让佩佩受伤嘛 若曦也是大概知道火炮的一个换子弹的时间嘛 这一局也是拿下的 没错 整个时间点还有节奏都掌握得很好 若曦在对方的强势反攻下拿下了第一局不容易 你看她笑得多开心啊 她发现好像拿捏住了 有了 哦 五万块拿到一万了 已经感觉已经到手了 是不是 是的 可能现在确实是她的最大难题 佩佩 哦 这一波 感觉直接直冲她脑门里 好臭 好臭 赶紧走开 再重来一次 因为这样子的话 这个走位上面的预测又可以重来 但是佩佩就在这里等你 她还是能够靠瞬间的反应打掉你 哦 这枪可惜了 已经拿捏住了若曦的一个缝点 但枪空了 一样的一个站位 若曦前面也是在这个地方控枪了 若曦还是想站高点 佩佩这里的话 给到了一定的压制力之后 又看一下若曦 哎呀 想主动出击 但是佩佩的枪好快 真的很高 她的反击把握性太好了 哇 再打标一个 已经有点期待佩佩在S3的一个表现了 的确 对 给我们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 还是SPG航站楼上佩佩的表现 哎 哇 这里若曦的腰射怎么可以这么准啊 对 而且她的近战 你可以发现准性的摆放是特别特别到位 而且快速的 来人呢 把若曦的狙击击给卸了 只能说运气也会眷顾于强者吧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若曦喜欢靠近佩佩 哎 没事 不好意思 哎 换子弹了若曦 没办法 这波换子弹之后 基本移速就降到零了 那没办法了 4比1 而且若曦再度的进入了佩佩的趋劲境中 先跳下去 发现自己的位置被锁了 这个时候大反攻 已经锁住了佩佩 佩佩那个位置胜率比较低 但是依靠自己的个人势力打回来了 1比1 现在要追4分了 佩佩 主动出击了 在这个侧翼 知道了 锁定了大概的位置 但近距离没有中 反而是若曦反杀了佩佩 2比1 若曦战时领先1分 锁定了 哦 再追1分 好顽强啊 生命力 这是佩佩的一个战术 在这张图当中使用到毒气弹 我觉得若曦现在的心底应该有点难受 怎么用这种道具啊 对 你说它有什么作用吗 它好像也没有太大作用 也没有震撼那种感觉 但是确实比较难受 嗯 视觉上难受 它之后又战成了3比3呀 深呼吸了 已经开始 我的天哪 那么佩佩 架在这个地方 哎呦 没了 完了 这个时间没了 直接粘你的头上了 这一波 看看佩佩能不能再一次 将比分给追平 好吃 竟然没办法 恭喜若曦拿下了最后的胜利 实在是打得特别的辛苦 你看王少的这个笑容 里面藏了很多故事啊 我觉得他刘海撩起来 可能还有一点点汗 对 很艰辛 对不对 这也证明了 就算今天我们看到了全能的若曦 打得如此完美 但是佩佩的实力 无庸置疑的强 确实 而且我觉得王少那一波笑 还带着一些 就是第一是无奈嘛 第二是很开心 第三点是他们边的碰撞 应该特别有意思 嗯 但上一局啊 若曦也是把2比1的比分 拿下了佩佩 竞技到了半决赛 我觉得佩佩可以在下赛机 传下去 SPG佩佩下赛机